整個醫療糾紛其實已經不只是第一次了 那之前我一個感覺就是 衛生署跟法務部這個交集點太少 那我不曉得經過今天的討論這個交集點會不會更多 但是我有一些問題想要提出來 那是不是主席我們可以請那個邱署長 還有我們法務部次長 來 吳次長 謝謝 委員好 署長好 次長好 我想今天聽了兩兆的報告之後 可以發現說衛生署會覺得我們的刑事訴訟案件大幅提升 那衛生署其實有提供這個表 如果我們按照這個客觀的表來看 刑事跟民事的案件來講 的確刑事可能高達是這個民事案件的三倍之多 從這個圖表 但是法務部一直在主張的是說 跟德國日本比較起來 我們並沒有比較高 那我覺得應該回過頭來聚焦一下 就是說 在這四百多件 這看起來大概是上升到四百多件 這些刑事案件當中 我想要請衛生署跟法務部回答 這四百多件刑事案件當中到最後 真正起訴或真正這個判刑的這個案例有多少 你們有去分析過這個資料嗎 他用刑事來告訴但是最後他成案的或是確定真的是因為醫生的重大過失 而而成案的比例這個有多少 報告委容我們在我們的報告第三頁 從九十一年到一百零六年六月底為止 總共起訴的案件數是兩百一十三件 起訴率是百分之八點三一 百分之八點三一嗎 對對對 所以表示說這樣的起訴率這個 市長覺得是高還是低 這個其實是低的了 因為我們一般的起訴率是差不多百分之四五十 對 一般的案件 所以是低嘛對不對 是 所以表示說如果低有另外一樣一種解讀 就是說原本他不應該規規則是一個刑事案件的 結果民眾都是用刑事案件來告法 是這樣子嗎 還是是什麼原因 有這種可能性 為什麼我跟委員報告 第一種起訴案件 是如果是告訴來論之罪 所以他必須沒有撤回告訴 有一些可能他已經和解了 他在撤回告訴 當然就不起訴 所以我們法務部是建議 有一些過失傷害的案件 我們希望能夠強化這個訴訟外糾紛的解決途徑 他就去調解去調處 然後就不要來告了嘛 那調解調處成立 因為他是告訴來論之罪 他就不會告 那否則他會進入到檢察官的這個偵查體制來 那所以他可能有一部分 因為在偵查中這個成立調解調處 和解成立了 所以他為不起訴的處分 所以調解的機制是非常重要的 對不對 他也可以簡化這整個的訴訟嘛 對不對 減少嘛 大量減少 他根本就不需要進入到刑事訴訟程序來 那今天衛生署提出來的這個 他們這個依舊法 裡面提到這一些申訴管道 從法務部的見解來看的話 夠不夠 你覺得還有哪些需要補強 我們認為這個是 這種調解調處的機制 我們是贊同的 完全贊同 但是剛剛有委員提到 這些調解的人員 他是不是有足夠的醫療知識 來從事調解的業務 這個是需要去考慮的了 好 另外事實上 這個我們因為我們現行的這個訴訟外 糾紛的解決途徑 除了調解調處以外 另外還有一個仲裁的制度 但是仲裁 現在的仲裁機構 事實上他也沒有 很有醫療的專業 所以如果這個醫療機構 認為他適合來建立醫療的仲裁制度 事實上也可以去建立這方面的 醫療仲裁的制度 也可以解決很多的這個民事上的糾紛 所以你覺得是這個機制上面 可能他的專業性有待加強 對不對 還有客觀性 那這一點的話 其實衛生署署長 你這邊 就是說面對法務部 他提出來的質疑 就是將來你建立的這些申訴機制 其實他是不是有足夠的這種專業性的人員 可具代表性 那衛生署的準備是什麼 如果這個也可以滿足 那是不是法務部可以支持往這個方向 我想副署長 那這個各縣市衛生局都設有這個醫審會 醫審會的一個功能就是調解 那可是目前各縣市的調解的這個成功率是差很多 不高嗎 差很多 在台北市、新北市跟台中市是很好 因為他有足夠的資源 那你們有分析出來那個原因是什麼嗎 原因主要是這個專業性夠不夠 人員夠不夠 跟法務部的見解是一樣嗎 對 所以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都非常好 那我們目前就是要改善這個部分 全國都要 你們具體的計劃是什麼 就我們已經跟這個各縣市都已經召集了 以這個當作換本 那各縣市 當然他們還需要有一些人力的 或者財力的資源 那這部分我們會跟他做資源 你們花多少時間可以改善這樣的現象 我們到年底以前就會做好 年底以前就會做好 對我們1月1號除了這個改善以外 另外一個改善的就是這個醫療鑑定的改革 那個從明年1月1號就要全新的改革 好我希望衛生署喔 針對你們可以去強化跟改善的部分 也要具體提出來 讓一般的民眾 包括像法務部 也讓他們理解 我想大家是對於這樣存在的機制 信心不足 就是說覺得他的專業性跟代表性 大家其實還是有疑慮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可以優先去改善 好不好 我想其實今天大家討論這個議題 是希望追求三贏啊 對啊 就是我們整個的社會 我們減少這個整個刑事訴訟 然後我們的醫界不用有這種恐慌 然後我們的民眾其實在這個醫病的過程當中 他也可以充分信任醫生得到好的醫療品質照顧 我想這個是我們整體社會要去追求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往這個方向去努力 好不好 我們這個一定會繼續 好謝謝次長 那接下來我另外一個問題要請教署長 因為其實當我們討論醫療糾紛 我覺得要回歸到更前端 我們整個的醫療的品質做得好不好 那其實從你今天的報告裡面呢 也看到像婦科還有兒科 他可能也是醫療糾紛裡面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我在這個行政院的這個總質詢的時候 當天你不在 因為去處理那個北門分院 其實我問了陳院長 就是說我們台灣第一座的國家級兒童醫院 什麼時候成立 因為我們現在是對於兒童的疾病 我們沒有研究單位啊 我們竹南那邊其實並沒有把兒童的 放在他們的研究領域範圍裡面 因為當時我們就希望成立國家級的兒童醫院 而現行在台大的兒童醫療大樓裡面 它其中有兩層樓 就是空下來要作為研究機關的 硬體都準備好了 現在就是我們沒有改制 我們沒有辦法讓他真的成形 所以今天我希望署長可以很正面的回應 這個問題我已經問過很多次了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有台灣第一家的兒童醫院 而且是要包含研究的國家級的兒童醫院 因為這個可能跟之前衛生署 你們規劃方向有點不一樣 本席會認為其實應該要優先成立第一所 國家級的兒童醫院 之後如果有其他私立醫院願意升級 或其他的這個國立醫院願意升級 我覺得衛生署可以再輔導他們升級 但是至少先第一家出來吧 這個部分 這個我不曉得署長 你們規劃到目前為止 你們進入 我大概特別提一下 那個兒童醫院 為什麼沒有辦法進入這個醫學中心的獨立的機構 因為他必須要有相關的同等 譬如說他兒童心臟 他必須要兒童腸胃 所有的小兒專科通通要有 那這個呢 目前我想即使台大都做不到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 今年底我們會完成這個叫做醫療機構設置標準裡面 會特別提出一個兒童的醫學中心的標準 專科的標準 然後還有這個癌症啊什麼 我們也都會把它做出來 那這種標準做出來以後呢 那如果台大覺得他有信心 他可以通過 那他還要經過這個評戒 那至於他是不是能夠成為醫學中心 因為他是屬於教育部體系的 所以他的經費呢 也是他必須從教育部那邊來編列 那如果他能夠把這個人員標準 通通通通通通過我們設置標準的話 那他就明年就可以成立為醫學中心 這樣是不是 那到時候政府的角色會是什麼 他還是要經過一個評戒 政府還是 你們會挹注適當的資源嗎 其實陳松院長他講過 這個你要很清楚的知道 這種除了鼠立醫院是我們挹注以外 大概國立的醫院 目前是大部分都是教育部的比較多 還有就是輔導會系統的 所以政府還是要挹注適當的資源 是 這個是這個 你跟這個講的都對 是啊 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們的目標就是設立這個標準 所以你年底以前會出來 對 會做出來 那我們希望這個呢 台大如果已經準備好了 他會可以 就是可以 開始提出來這個 他可以轉型變成是 兒童醫學中心 但這當中 現在它是隸屬在教育部 所以將來是 將來也是在教育部 將來也是在教育部 都在教育部嘛 你們現在出部的想法是 所有的幾個醫院 包括我們鼠立醫院轉給台大的 全部現在都是教育部在邊緣 好 我希望這個部分呢 就是要有具體的進展出來 我真的很希望明年 我想我們 四月十二兒兒童節之前 這個其實是可以有一個雏形出來了 好 我們要期待 我們已經落後法國兩百年了 是 我覺得我們的醫療水準不僅止於此 落後兩百年的東西 其實就是要迎頭趕上 對 好不好 所以我想這個委員這個 這個非常好了 其實藉著兒童醫院 我們會把其他的專科 是 有些像其他國際上有的 專科的標準 我們都會 這一次會一起把它做出來 好 那十二月底以前 你們這個進度 就是要跟本期會報告 好不好 我們一定會努力 好 我們會報告 謝謝